静宗这个法门的修书没有别的 就是修一个清净心而已 反而是能够使我们心不清净的 我们一定要原理 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 要原理 所以我劝同学们 不看报纸 不听广播 不看电视 连这个东西都不看了 当然 不必要见的人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这不仅仅是旁居士教着我们的 本宿释迦摩尼佛 在无量寿经 教着我们 纵使 供养 横杀 神仲 还得了吗 诸佛菩萨来了 大家赶快 真正去供养了 佛说什么 不如兼勇求真 你看看 佛菩萨来了 都不必去供养了 我修清净心了 你清净心修成了 你真的能往生了 你能够见阿弥陀佛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跟观音师志 是八首同行啊 你跟爷供养 横杀甚重 没办法 你做不到 你不过修一点人天 吃福而已 所以纵然是成了佛了 你要是不能说 广接法律 我们今天 我不接错人 我怎么接法律呢 念念当中就接法律 心清净 心清的 一念清净心 它没有障碍 它没有范围 静虚空变发界 都在一念清净心中 我念一声阿弥陀佛 回想给他们 跟他们统统都接了 心里面 分别 几脚 你就修再大的 这个功德 还是非常有限 为什么 你心里有分别 你有执着 分别执着不破 修再大的功德 它是局限的 它有安慰 它不能够突破 也就是不能 也就是不能称性 不能称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